其實主要需要幾個地方 第一個 for i 因為我要輸出的範圍先找到 所以你可能慢慢以後你可以 理出一個規則性 這個是我要輸出的 它在第2列到第9列 所以為了你可以套個公式 for i 等於第2到第9 那這個的話第4到第7 藍的話我習慣用追 所以for追等於4到7 阿迪要Net ok 再來的話 我如果要指這個儲存格 叫什麼呢 其實你後面可以再輸出一個 輸出那個儲存格叫Sales 瓜糊 哪一列呢 第i列 哪一籃呢 第椎籃 這個指的就是它會跳的 反正它第一個一定是指這裡 第二個一定是指這裡 12345678 反正就是這樣子在跑著這個 然後呢我要丟什麼東西給它 丟一個等於k 等於k k的話當然你現在 預設值一定從2開始 所以我們預設值上面的話 就給它一個預設值 就2 那這個2通常指的就是 你那個數字的第一個 當然如果你現在直接執行的話 它會全部都2 所以如果你要變2 3 4 一直往下的話 你要做什麼 k等於k加1 這樣就ok了 把它加1寫回去就可以了 這個好像上禮拜有講過 所以我跟各位講 我前面講過的 其實以後都會用到 反正都差不多的方法 它可以用在非常多的地方上面 程式說真的 不一定要把它寫得太複雜 但我講過了 每個人寫出來都不一樣 只是我的習慣是 我盡量用一個很簡單的方法 就把問題解決掉就ok 當然這種寫法不是唯一的 所以如果你看別人寫的 可能沒有那麼乾淨俐落 那你也不要覺得意外 因為每個人想到的方向都不一樣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ok 好那這樣的話 k等於k加1會變成什麼效果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它就變成了 有沒有2到33 那再來的話我要怎麼樣 把這個二指的是它的第二列 ok 所以我接下來可以怎麼做呢 我可以把這個後面的東西 這個k的話可以拿掉 那我就把這個儲存格的資料 幫我帶到這邊來 所以這地方要怎麼寫呢 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告訴他說 這個 後面的這個等於sales 瓜糊 好跟他講說 我的資料呢 剛好在dk列 逗點 後面的話呢 第幾欄 一定固定在b欄 所以我就寫這樣就可以了 意思是說呢 我第一次抓的話是b2 有沒有b2 第二次抓是b3 b4 b5 b6 有沒有意思類推嘛 這個應該可以懂那個道理吧 ok 所以這樣的話呢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可以把這個儲存格的資料 幫我放到這邊來了 然後下一個b3 b4 意思類推 ok好 那我來讓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道理有點像喔 我們第二個單 第二個階段 剛剛是第一階段 現在是把資料帶過來 ok 那不過呢 還缺最後一個階段 最後一個階段就是把它 切割完之後 再放回來 那其實道理差不多喔 我們一樣可以在外面包一個mid mid 前瓜糊 mid它呢 然後後來後面怎麼樣呢 欸 逗點 我們不是用 算幾個字 我們用len 這個一樣 len 前瓜糊 那哪一個儲存格呢 前面我們本來用d1 把e給鎖起來 不過呢 如果說你用那個vba的話 你可能要寫成這樣子 sales 因為它一定是哪個儲存格 瓜糊呢 如果固定呢 你就打個e 比如說那個鎖起來的 因為它剛好顛倒嘛 先列 再藍 那 sales裡面是先藍再列 這個 這個 這個可能 這個位置顛倒 那如果說你鎖起來的話 那你就打e就可以 因為那個是固定的 固定的話 就直接輸入e 逗點 後面的話你就輸入什麼 欸 你就輸入 可是問題來了 如果你現在打d的話 那它如果下一個怎麼辦 下一個 所以這個地方會變的話 記得輸入追 藍的話用追來表示 ok 列的話呢 用i來表示 如果鎖起來了 你就鎖在哪一個 你就乾脆 輸入固定就ok了 這個邏輯如果有的話 你就可以很快大公告 逗點 後面多少呢 99 欸 有沒有 後瓜糊就可以了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已經把 VBA的程式 給寫完了 那個 喔 少一個後瓜糊 因為那個mid有沒有 應該這邊一個瓜糊 然後 99 這個 第一個 LEN 這邊 後面還有啦 LEN後面 少一個後瓜糊 還要記得什麼 加上 加2吧 ok 加兩個字 就是 它長度 冒號的後一個 ok 好 這樣子的話呢 陳詩就寫完了 記得這個 可能我剛剛漏掉什麼 漏掉那個後瓜糊 LEN 這個後瓜糊 它加2 我剛剛漏掉了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大功告成 把它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呢 最後結果 欸 就會剛剛好 是我們要的